成立12年的大家功德会长期协助中张头地区弱势学童教育和贫困家庭生活 更推动竹梦学田以及梦想Plus计划 给予6万元以上的支持 获得企业界的回响 今年捐赠34件艺术珍品 有油画、铜雕、瓷器等现场慈善拍卖 台中立委助政拍卖让爱新大爆发成功募得3000万元的善款 立法院副院长变身爱新拍卖员 为此问的雕塑文殊菩萨来募得高价 多位的立委包括廖北翔、严宽恒等人 蓝绿立委所共组的爱新拍卖团助攻叫价 现场的气氛热落 11件名家艺术作品 加上23件的线上拍卖 就成功募得3000万的爱新基金 来年到新博弗萨啊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做这个意卖的开卖吧 当然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价格 但我相信你的价值都一样 这个价值应该就是善良 这个呢是乘以百倍千倍的力量 那么我也相信在大家的支持下 大家功德会 一定会名鼓起始造大众 成为大家的功德会 与经营计划 恭喜您得奖 大家功德会长期协助中章头区 做事学童教育与贫困家庭的生活 而在会内更推动有 竹梦学铁及梦想家的计划 来帮助有天赋但受限环境因素的孩子 以及支持学校提案计划 民暗资助有10万元以上 而现场也颁奖今年入围的学校跟学生 温情满意 我是田径选手 我的项目是2000公尺障碍 然后我要很感谢中华大家功德会 透过这个竹梦学田的计划 帮助我让我在车马费 还是在我的训练装备上 我都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训练 创意光影偶剧团 我们就跟大家功德会 申请了这个梦想家的计划 那么这一次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 去到了澎湖的马公国小跟吉倍国小 然后他们都表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戏剧演出 我们帮助过的小朋友目前已经1000多位 那我目的的款项 像我现在穿的这件衣服 事实上我们这个目前也帮助了67所学校 每一所学校当他入选我们的标准的时候 我们每个学校都是捐40万 我现在指的这个是一个团体的 但是个别的小朋友13年来 我们已经帮助超过1000多位了 大家功德会串起了社会力量 并且以艺术庭工艺 新手成为孩子梦想的推手 也期盼可以借此抛转影剧 让汇集各界的盛循环 能持续在中张头地区暖暖的转动 这里叫台中才碰到